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拍一个关于逆变器的视频 最近买了三个不同价位的逆变器 这个是最贵的,然后是中等的,还是最便宜的 然后功率都是标称的3000瓦的逆变器 现在看这个最小的 这个逆变器它标称功率是5000瓦 它的连接线的话是这种16平方的 看一下,这个线就非常的细 再看这个 这个的体积就比刚刚那个要大一点了 它的标称功率也是一个3000瓦的 这里是写的3000瓦的 这个电源线就是两根一组吧 两根一组 然后是两个16平方 就是32平方的 好,最后来看这个最大的这个 看一下这个逆变器 这个就非常的大 体积非常大 然后它也是一个3000瓦的 这个电源线配到的电源线 它上面是RWAG 大概是35平方的样子 这个好像是美标线 为了避免有广告嫌疑 我把这几个逆变器上面的品牌和型号都把它挡着了 这是一号逆变器 然后这是二号逆变器 这是三号逆变器 先我们来量一下它的尺寸和重量 现在来称一下它们的重量 好了,接下来测试逆变器的待机功耗和转换效率 现在来看一下一号逆变器的待机功耗是多少 现在库仑机显示是0瓦 现在把它打开 看它的待机功耗多少 这边待机功耗是3.5瓦 然后插上这个电能计量器 然后看一下它现在的功率是多少 11瓦 这里有一个2000瓦的一个暖风枪 它是可以调节输出功率的 现在插一下这个暖风枪 把功率调节到500瓦左右 现在这边这个计量器显示的功率是495瓦 库仑机显示的是550瓦 现在继续把这个功率调大 调到1000瓦 现在这边功率显示器的功率是1000瓦 然后库仑机显示的是1.1000瓦 继续把它功率调大 现在调到功率调到最大 功率最大是1435瓦 然后这边库仑机显示的是1600瓦 现在我再加一个烧水壶 看一下它的极限的功率是多少 先开机 现在烧水壶的功率是1670瓦 再把这个暖风枪打开 现在是库仑机显示的是2100瓦 我试着把这个功率再调大一点 2500 2300瓦 在2300瓦的样子它就已经保护了 它标称的是5000瓦 它实际功率只能达到个2400瓦 现在逆变器的功率是1900瓦 然后让它把这一壶水把它烧开 看一下它逆变器的温度能达到多少 好了 现在水已经开了 水已经沸腾了 看一下现在的温度情况 现在湿润温度是30度 水温是97.8度 现在连接线的温度是63度的样子 然后逆变器的外壳温度是36.6度 用16分钟的样子 好了 现在来测试2号开机 现在是待机功率大概是25瓦的样子 依然还是用这个暖风浆 把它插在这个电量机上面 在这边显示的是1620瓦 然后库轮机显示的是1800 现在把这个烧水货也插上 现在这个电量显示机上面显示的是2520瓦 现在把功率调到了3000瓦 3000瓦这个逆变器已经保护了 现在再试一遍看它的最大功率能达多少 现在已经连续3000瓦5分钟了 我看了一下这边 一遍器显示的功率是2640瓦 然后这个电量计量器上面显示的功率也大概是2600瓦的样子 所以这个这个跟这个显示的功率就几乎是一样的 现在游用3600瓦的功率 持续放电已经达到5分钟 这边烧水壶也开了 这个暖风机一直在工作 这边的逆变器显示的相近3000瓦 2950瓦的样子 目前来说这个逆变器的话 这个温度还可以 逆变器的机内温度显示是70度 接下来测试这个3号逆变器 目前的待机功耗是2.9瓦 接下来看一下3号逆变器的转换效率怎么样 这边的显示功率是1000瓦 然后电量显示器上面也是1000瓦 库轮机上面显示的依然是1000瓦 这个转换效率比较高 100%的转换率的现在是 现在继续调大功率 现在这边显示的是2500瓦 然后库轮机显示的是2700瓦 这边显示的是也是2.5千瓦 继续调大功率 现在是3200瓦 目前来说还没有温度 现在一直是在3200多 将近3300瓦的样子在用电 这边显示的是3600 达到3200瓦 现在这个逆变器已经保护了 接下来测试这个3号逆变器 烧一壶水 把一壶水烧开 需要多少时间 分别看一下它的温度是多少 好了现在开水已经沸腾了 当前的水温显示的是97度 用时是4分30秒 4分39秒 当下的功率也是1.8个千瓦 逆变器跟这个连接线的温度上涨了一点点 刚刚起始温度是36度的样子 虽然逆变器的外壳是37度 然后连接线是40度 分别长的两三度的样子 好了通过刚刚的测试 我已经把数据统计出来了 一号逆变器 一号逆变器标称的是5000瓦 然后它的实际最大使用功率是2000瓦 那待机功耗是3.5瓦 二号标春是3000 它实际最大功率也是达到了3000瓦 待机功耗是25瓦 这待机功耗稍微高一点点 三号最大的这个 它的标春功率是3000瓦 实际测得的最大功率是3300瓦 待机功耗很低就只有5瓦左右 然后它的不同功率下的转换率看一下 好了经过今天的对这三个逆变器的测试 大家觉得哪一款逆变器更好一点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今天的测试视频就先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